欢迎继续收看相关心地风雨 文宁新闻 为了让北港顶来的独自党会 独过温暖的中处 北港顶公所今年跟民间团体以及北港农港合作 上吹51份中处立案和物资互独自党者 为了出进冠学合作 也由北港农港的学生来作为拼 中处准备要交流 为了要让北港顶来的独自党者可以独过温暖的中处 北港顶公所今年跟民间团体的北港农港合作 契合社会各界的利用 占对北港顶来的51位独自党者送出列案和物资 希望让中处可以感受到社会某某的爱心 各企业来关怀我们里内的这些独居老人 先代表长辈 感谢代价 村庄现在都是老年化 老人家都是长辈 都是自己一个人 学生还有各单位来关怀他们 代表长辈们 感谢大家 谢谢 今年北港顶公所特别跟北港农港合作 由老师担任19位的学生 用到健康的实材来制作外拼 来送给中备 不然是促进关系合作 也让学生有机会参加关怀社会 我们很开心就是可以制作月饼给他们吃 今天看到他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些 这几天那么辛苦就是蛮值得的 他们也可以吃到这么好吃的月饼 关怀这个老人家学生都很开心 然后纷纷地说他们想要来这样制作这样子的月饼 那学生利用自己的所学做出的产品 然后走出校园出来关怀这些老人 北港顶中小美文表示 不仅顶来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占2成了 工作也会去社会和社会好理和照顾给母 让中备可以在北港顶来快乐生活 高龄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占22% 所以正式进入高年龄成化的社会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的长者还有独居老人 能够得到就是好的社会福利 那我们将政府的社会福利 能够可以来关怀的时候 不打给他们知道 看他们需要的是 是长照或是需要参加聚点热灵的课程 或是长庆食堂 让他们就是说能够走出家门 跟社区的人来互动 然后延迟老化身体更加的健康 做到工作跟民间团体一起合好的合作 不然是让客人可以合适关怀社会精神 也为独居中部的带来国家某某的爱心 独居温暖的中处坐 记者等下新彩虹报道